以色列对于巴嫩的恐怖袭击 让拜登哭惨了 让西方世界一下子懵了 几十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誉 一招被毁啊 以至于中东地区 海外很多地区对我国的订单大增 这真是国运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西方世界又干这种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蠢事吗 以色列用了15年的时间 精心进行渗透 B7公于一亿突然之间 让于巴嫩超过3000个船呼机 纷纷爆炸 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 造成了几千人的受伤 西方专家都说 以色列这次恐怖袭击大获全胜啊 而且以后是不是战争形态 都要发生变化了呢 但问题在于啊 今天于巴嫩人已经视手机为手雷了 电子产品都不敢用了 甚至更多的和美国敌对的国家都想到了 你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恐怖战也用在自己的国家呢 所以大家想想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是不可能不用手机的 我们是不可能不用电子产品的 但是西方的你敢用吗 所以说西方世界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西方世界用几十年几百年建立起来的信誉 那真是被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是毁于一旦呀 拜登都哭惨了 这几年以来 他不断的联合周边的国家搞近岸外包 搞有岸外包 搞小院高墙 就是想阻止中国制造大肆的卖满全球 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他们都用尽了关税的手段 然而以色列这一次袭击 等于把他们几年的心血通通复支东流了 你想啊 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 任何一个国家要买美西方的工业制成品 他们都有考虑啊 我敢不敢买啊 这个今天买来的手机 明天有没有可能变成手雷啊 以往我们知道 美国卖给其他国家的导弹啊 飞机啊 那是留有后门程序的 关键时刻是能让你用不了的 可现在手机电动车都给你搞后门程序 那么以后谁还敢用啊 当然中东地区也好 其他地区也罢 越来越多的地区意识到了 有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 绝对是安全的 那就是我国 所以近期以来有大量的订单 雪片一样的飞向我国 中国制造又有了一个出海洋帆的好机会 说实话 我们真是挺感谢人家的 你看 本来这两年我们很担心美西方的刻意打压 特朗普上台之后 关税又要加上去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商品难卖了呢 可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 哪怕美国将来再加关税 他们说不定还得来买 为什么呢 在价格和安全之间 咱们能选吗 你当然要选安全的了 这真是国运来了 党都挡不住 天佑中华呀 而美西方 你们总是这样的 在全球各地挑事 那对不起 当然越来越多的国家 愿意跟我们合作 因为跟我们合作 不单有物美佳人的商品 更关键的是安全呀 你是不是进行 的 好